第57章 同宫之囚 大洲皇宫寒光殿后方 缓缓驶来一辆轻竹车 殿前帷幕轻扬 墨语出现在石阶上 星光落在他美丽的脸庞上 照亮了纤细的眉 明亮的眼蒙 还有眉眼之间那点动人的眉花妆 他看着车脸前方 是两只魂体雪白的巡鹿 微微挑眉 显得有些意外 问道 黑玉呢 那只黑羊 先前已经消失在漆黑的夜色里 不知所踪 宁婆婆扶着他的手 走下石阶轻声地说道 那个小祖宗 不知道去哪儿了 墨语知道 那只黑羊性情有些孤僻 从来不听皇宫里别人的话 摇了摇头说道 那就是个小孩子 宁婆婆向寒光店后方的夜色里看了一眼 在心里想着 现在站在台边无处可去的她 其实也是个小孩子 墨语知道她在想些什么 微潮地说道 小孩子家家 说起赌气的狠话来 倒是一套接着一套 有模有样 却不知道 这落在旁人眼里 只是虚张声势 徒增可笑罢了 宁婆婆说道 老奴倒觉得可笑之人 美多可爱 数月前 陈长生进入国教学院的事情 便是由宁婆婆一手操办的 事后回话的时候 墨语便知道她对陈长生青睐有加 此时见她坚持替陈长生说好话 也不以为武 以为这件事情就已经结束了 陈长生走不出那方肺源 不能出现在魏阳公众人眼前 便不能破坏徐友荣 与邱山君之间的婚约 到那时 她曾经说过再多的狠话 也只能变成笑话 她所有的愤怒 只能把她自己烧得更加痛苦 清竹车向着魏阳公的方向驶去 天道院教育 被周通的恶名 生生逼得自尽身死 青藤宴终究需要人主持 更何况今夜要接待南方使团里 有很多重要的人物 教书处主教大人和徐世纪负责官礼 陈留王殿下代表圣后娘娘灵殿 墨语也要亲自登场 以示郑重 宁婆婆扶着轻竹车的窗帘 左手扶着车窗 依然不时地望向飞圆的方向 面有怜惜之色 婆婆 你就放心吧 那个小家伙不会出事 墨语的声音从清竹车里传出来 黑龙潭的静置 无人能破 除非有人在外面开启园门 从来没有人能离开 她只不过留在园子里受些冷风吹 和她惹出的这些事情相比 又算了什么 宁婆婆想着那个传闻 担心地说道 万一她碰着了忌讳怎么办 墨语说道 既然是忌讳 哪里这么容易碰到 她说得随意 看似冷酷 宁婆婆却听出其间的疲惫 想着先前在店前的石阶上 看着星光下姑娘眉眼见的眉妆 也眼不住的憔悴 她对姑娘不惜耗顺增援 也要施展秘法 将陈长生困住 有些不理解 姑娘 您曾经答应过徐友荣姑娘 不会对那少年动手 今夜我动手了吗 我只是动了动嘴 墨语想着数月前 从南方来的那封信 恼火地说道 那死丫头 又不想嫁她 偏还不准人动手 不得伤她 不得害她 给出这么些的规矩 不然何至于这般麻烦 要我花这么多心思 以她恐怖的境界修为 再加上在大洲王朝里 恐怖的权势地位 要对付像陈长生这样的少年 说不得有数万种方法 可以让她痛不欲生 生无可恋 偏偏因为那封信 却不得不办这般麻烦 她越想越不痛快 说道 自家指了门破清事 偏要我来费神费力 她躲在南边做好人 却要我来做这个恶人 你没听见那少年 先前怎么骂我吗 若不是她 我早直接把她给杀了 宁婆婆微笑地说道 姑娘与徐友荣 情同姐妹 多费些心思也应该 墨鱼冷笑地说道 都说黑玉是小祖宗 其实那只凤花 才是真正的小祖宗 整个大陆的人都觉得 她冰清玉洁 冰雪聪明 冰雕玉琢 却不知道 她是个小气鬼 谁都得罪不起 真要让她不高兴 她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我可不是雇着什么姐妹情意 才来帮她 只是担心她心意不顺 真的不嫁给邱三军 那可怎么办 宁婆婆宽慰道 好在只要今夜过去 什么事情都可以不用操心了 车帘危险 墨鱼望向寒光殿 后面那片肺原 还有那片被秋灵旧墙 遮不住的寒潭 想着陈长生说的话 心想 今夜真的能够顺利过去吗 为什么一定要把她关在这里 圣人究竟在想什么 那几句满是嘲讽意味的话语过后 墨鱼的声音再也没有响起 陈长生一个人静静地站在废园里 寒潭在前 霉树在侧 她的身影不再像先前那般孤单 仿佛身体重新注满了力量 确认墨鱼已经离开后 她向前开始行走 走过那片孤青的梅园 来到潭边 同时到来的是扑面的寒意 肺原明显比皇宫别的地方 要寒冷很多 原因便是应该 深浅这片寒潭 她仔细地观察着寒潭的水面 任由寒意在自己的脸上 不停地一层一层地铺夹 直至每眼上都见要生出一层寒霜 这不是自虐 而是想借助环境的帮助 让自己更冷静一些 她不愿意把时间浪费在愤怒等负面情绪里 先前她对墨鱼说出的那几句话 真的很像是孩子气的 无用的狠话 似乎和冷静完全相悖 但她还是说了 大道三千 她修的是顺心意 顺心意而行 顺心意而活 天地让她不得顺心意 她便要想办法 让自己的心意顺起来 只有顺心意 才能拥有真正的平静 而平静正是冷静的最高境界 当然 她也不想自己那些话变成笑话 她必须离开飞园 赶到魏阳公 在离开国教学院前 她已经做了相应的安排 但既然那些大人物 能够把洛洛骗离魏阳公 她便不能把所有的希望 都寄托在她的手里 怎样才能离开这片肺园呢 事实上 她现在连一点头绪都没有 但她先前还是对墨宇那样说了 就像她对唐三十六和洛洛 说自己要参加大潮事 要拿手腕手鸣一样 明明是没有任何道理 看着没有任何可能性的事情 她却能说得平静自然 理所当然 那种全无来由的自信 在亲近的人看来 很令人振汗折服 在外人看来 自然是痴心妄想 可笑至极 只有她自己明白 这种自信 来自于必须 明年初 她必须参加大潮事 拿到手榜手名 那么她便一定能拿到 不然她会死 今夜她必须离开肺园 出现在卫阳宫 那么她便一定能够做到 必须做到 所以一定能够做到 在此之前 她必须相信自己能够做到 如此心意方能顺明 依然还是那句话 大道三千 她只修顺心意 她离开心灵 来到京都后做的一切 都和这三个字紧密相关 因为只有顺心意 才能逆天命 肺园四柱 旧墙秋树 坛上残河枣尾 梅树下旧年的花瓣成堆 竟未被风拂走 风景不曾安 却仿佛在哪里见过 她没有行过万里路 哪里见过很多风景 但她读过万卷书 在书里行过万里路 见过很多的风景 将肺园四周的景物 深深地记在心里 她在谈判 盘膝坐下 闭上眼睛 静心凝神 开始回思过往 看过的那些书籍 有道藏 有游记 有前代文宗的散文 也有鬼神 智怪的小说 那是她在西宁镇旧庙里读过的书 也是她在国教学院藏书馆里读过的书 她坐在谈判 双眼紧闭 却有无数本书籍在她的眼前翻动 寒风仿佛十字 不停翻动着书籍 然后停留在她想要看到的页面 那些页面上有图画 也有注解的文字 南科技 朱殿元侯论 阵类本巢 陈长生睁开眼睛 站起身来 再次望向肺原四周 肺原还是先前那个原 寒潭还是先前的那个寒潭 但此时在她的眼里 却已经截然不同 那十余珠散落谈判的眉 看似毫无关联 没有任何深意 但风景四季相同 美美不变 变得便只剩下了木 寒潭边缘 暗时凌寻 中间并无断裂 更外围的肺原旧墙 却在谈的难面断了 那里看着似乎 有个进入夜色的出路 但她知道 那不是出路 只是没有写完的一笔 那十余珠梅树 在这里隐约又站在了一列 这便是个童子 南科技里写过一个故事 镇类本草里 有过一张图画 朱殿元侯论里 讲过前代皇朝 被焚毁的一座宫殿 那座宫殿叫做童宫 一代帝王被生生求死的童宫 也是某代教宗 及毕生修为创造出来的阵法 陈长生认出了这片肺原 这面寒潭 又能做些什么 除非到了传说中的从圣境界 才有可能强行突破这座童宫 当然 任何宫殿都是有门的 任何阵法都必须留一线生机 但从古至今 从来没有人敢从童宫的生门离开 因为多年前 那座被焚烧成灰的童宫 门外守着死神 留在宫内还能苟延残喘 出去便必死无疑 因为福祸相宜 所谓的一线生机 往往便是死地 陈长生知道 童宫的生门在哪里 风生水起 夜风生而未尽之处 水是连而未起之地 他看着深浅的寒潭 沉默不语 雍容装素的礼乐声 从哈费园外远处传来 来自卫阳宫 南方使团已然就坐 双方宾客已然齐志 他不再多想 直接向寒潭里走去